另外呢 来看到韩国瑜 他现在这个立法院的秘书长 已经确定了 由这个周万来来出任 好 媒体人说 这个周万来就是一本活动的 立法院百科全书 而且呢 王津平也直接说了 周万来是打着灯笼 也找不着的人 另外呢 这个立委红孟凯也称赞说 邀请周万来就是最合适的 精彩起手势了 问一下立将军 我先讲一下这个周万来 其实他并不是一个这种 你也可以说他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他是文官嘛 他是公务员出身的 他一直都是在立法院里面服务 从基层开始做起 一直做到立法院的 这个副秘书长 他是属于文官体育出身的 那文官体育出身的 这种培养训练出来的人 就是比较容易遵守 尤其在立法院 这种蓝绿斗争的状况下 他是非常谨守 这个政党分纪的一个人 一定是一个行政中立的人 所以这种第一个就是说 他的政治立场来讲的话 蓝绿双方 都一定可以接受 因为他在那边很久了嘛 对蓝绿双方的议员来讲的话 这立法院他都熟 而且大家也都需要他帮忙 也都需要他的协助 他大概在那个时候 一个公务员的生态来讲的话 我在立法院里面担任一个 职员的角色 那谁来 我都把他当作一个委员来接待 来处理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他的好处优点就是 他蓝绿双方 一定都可以接受 第二个 他对立法院的这种各种法规条文 生态都非常的熟悉 我看他写总共有写了四本书 其中包括立法院的职权 立法院的食物等等 总共有关立法院的这种 生态运作 以及法规条文 这个解释处理 他总共光这些论述 就做了四本书 所以他非常贤熟这些内容 那第三个我觉得 他是由王金平推荐的 也就是王金平在当立法院很久了嘛 那他会很诚意诚意 把这个人推荐给这个韩国瑜 代表说王金平他很信任 这个人也相信他有这个能力 来做这件事情 但最后我要讲一个 就是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次的秘书长 他不是找寻网力 找这个退下来的立法委员 来担任 以前都是这样 那虽然说退下立法委员 对于立法院生态也很了解 但是毕竟来讲的话 他还是有政党的色彩在里面 那我们当然希望说 这么一个立法院里面 最好不要有政党的色彩 另外回到前面来讲 我们讲韩国瑜现在声量创新高 其实我们都乐观其成 但是我特别在这边 我们必须要很谨慎的 这个基于爱之声 得之切 千万不要因为 这两天的声量突然窜高 那你就 还是要几天盛行 还是要几天盛行 这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所有的媒体的距 其实他压力现在一定很大 因为媒体所有聚光灯 一定都放在他身上 你每天一言一行 媒体都等着再给你做新闻 对媒体界最希望说 你有个什么今天脸红红的 或明天早上 晚几分钟到办公室或干嘛 就开始给你做文章 从昨天开始我们就看到了 只是有处理别的事情 就是说你没有上班 对这媒体界 第二个绿营磨刀磨磨磨 准备要修理你 想办法在鸡蛋里面看 可不可以跳到骨头 就算是没跳到骨头 我也要想办法去抹黑你 泼你脏水 这是绿营要做的 那对蓝营的群众来讲的话 其实大家对他的期待很高 就是我们希望说你在这些 尤其像我们就讲说 这三个月里面 你就要拿出成绩给我们看 包括他到立法院的改革 国会的改革 或者是说对于蔡政府 当初这八年来的所有弊端 不管是论文案 或者是高端疫苗的这些弊案 民众来讲基层民众都希望说 你在三个月就会查出来一个结果 然后让我们大快人心 所以绿营对他有很深的期许 蓝营对他有很大的期许 绿营对他磨刀霍霍 那媒体的眼光灯焦点 又放在他身上 那现在很好一件事就是好的开始 我们讲好的开始就成功一半 一开始最起码在网路上面 在民众心目中 可以有一个好的一种好感度可以提升 这对他来讲 推展以后立法院院长的这种职务来讲 是先占了有利的一个人时的 人和的一个角度 在到这个地位来讲 那有利于他而后的推动 但是我希望他抱着一种戒政恐惧的心理 然后而后来讲的话 你不要说这个谨言盛行才能够统合整个国民党的 这个53席的立委 然后在立法院里面有一番作为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其实压力来讲 平常讲任何人放在是我 我压力也会很大 因为不管是各方各界对你来讲 有各种不同的要求 各种不同的评论 那你压力会很大 但是我希望说韩国瑜能够顶得住这些压力 然后做出一番成绩来让我们看 这样的话对他以后的政治生命来讲 会有机会更上一层楼的 我问一下亮哥 亮哥你昨天在我们蜡晚报节目当中 我直接说了 这个韩国瑜至少会被媒体注意一个月 所以你就觉得说有给他一些建议 包括盯着他每天几点起床等等 那现在也有所谓的这个黑韩产业链又出现了 我问一下亮哥 你觉得接下来韩国瑜他在立法院 他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是有点调和顶耐 像以前王金平主持议事很公正 然后蓝绿双方都不得罪吗 那这样子对于国民党拉抬声量来说 有帮助吗 那个王潜秋说 韩国瑜当高雄市长被媒体盯了一年 不是一个月 那你到立法院那就更容易盯了 不是吗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有太多人这里不怀好意 那绿媒还在那边讲一些有的媒的五四三的 说你怎么没来上班呢 王毅川对立法院毫无了解 那边胡说八道 立法委员本来就没有上班时间 他只有开会时间 那其他时间 你要做功课 要拜访选民 一大堆事情 对不对 我觉得是这样 今天李燕秋姐 他也写了一个脸书 他说人家对韩国瑜的期待 或者对国民党这五十四席的期待 绝对不是来瞧事情 事实上这个会期我讲白了 赖金德还没上任 所以这个会期就是台湾的特殊的宪法造成了 你上任时间不一致 那结果就多出了这两个三个多月 那刚好蔡英文的那些官都还没走 你知道吧 如果他们都走了 等待新的那个新的内阁520之后上任 你还问不到了 所以从这里就得出一个结论 你这三个月要做的事情就是 清算蔡英文政府这八年的执政 因为人都还在 比如说经济部长华美花 你回答一下 绿能你只做到十个基 那这个非核家园根本就已经破产了 那你还怎么办 他现在不能溜 他要背询 卫福部薛瑞元一样 你不能溜 那你高端会议记录给我公开 让我知道为什么定出881块 教育部你过来 蔡英文的论文要不要公开 所以我的意思说有一些 刚好这些官员都在 国防部长邱国正也可以询问 说为什么浅借那么贵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就是 谁叫你宪法制度刚好设计成这样 所以你们这些留任的就倒霉了 不然陈耀祥早就想开溜了 对不对 NCC他最聪明的鬼灵机 他知道眉头不对了完蛋了 国民党多数 所以我跟你讲 我也跟几个国民党的立委说 你们也该跟中天要个交代 你10个案子15次败诉 你丢不丢脸 你回答一下吧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燕秋姐大概就在讲这个 就说你要让人家 要吐一口气 就你这执政八年是怎么恶搞的 那刚好部长都在 就好好来做整顿 该提的议题就要提 那另外一个就是强化国会的部分 因为今天已经有人在提了 傅昆琦就直接讲了 他是把它叫做什么国会特征组 不是啦 我跟你讲这个叫特别委员会 就是有关国会改革的特别委员会 那这个很好 就是我觉得 我刚刚讲的这些议题 包括清算蔡执政八年 还有包括国会改革的特别委员会 国民党都可以创造 他跟民众党分进合集的合作空间 完全正确 我跟你讲民众党 就是你不要用感情来感动他 没有用的 那个那边报来报去有什么用 对不对 韩国瑜跟他报来报去 结果人家都在跟绿营接触 对不对 表示报没有用嘛 虽然说你跟韩国昌没有错 韩国昌跟你是恩怨最深的人 现场一报民恩仇啦 那个是有新闻效果啦 可是民众党还是没有跟你谈的 民众党就是一个他必然要这样做 不然他长不大嘛 就是他必然要针对政党的利益做事啦 所以你如果在立法院 我说国民党啦 你提主导做一些改革的议题 要清算蔡政府八年的议题 民众党是非跟不可啊 不跟你就泡沫 你就没声音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这个已经不是说 我来跟你谈啊我们要合作不是 而是你有议题的主导权 你就把议题泡出来了 让他看到这个对他有利他就过来了 拿出实质的东西 我觉得政治就是这样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